您好 欢迎收看6月9号的大华联地方新闻 我是肖佳慧 指挥中心宣布今天本土个案新增712921例 华联新增1127例 华联县卫生局长朱家祥表示 透过大数据的分析 华联确诊人数在6月中有望低于千人 但仍呼吁民众做好防疫措施 9日疫情指挥中心宣布 华联新增1127名确诊个案 华联县卫生局长朱家祥表示 透过大数据等资料分析 华联确诊人数在6月中有望低于千人 远离高原期 但呼吁民众面对后疫情生活 仍要做好防疫 养成良好生活习惯才能更有保护力 我们根据我们高速预算中心的大数据来做分析 因为这个数据是经过中央指挥中心 还有CDC之后确认的确诊人数 我们发现到以每日的确诊数就是我们蓝色的霸图 目前我们将这些人数用7日的平均线 去做趋势分析 用7日的平均数做趋势分析 可以发现到我们大概在最高远的地方 是5月27号到5月31号 5月27到5月31 这个期间是整个花联疫情确诊人数的最高原时期 到31号之后 就可以发现到我们整个趋势图 就开始逐渐的往下走 所以整体来讲 花联应该已经过了一个高原期 然后再逐渐的往下再慢慢的降温的一个情况 所以整体来讲 花联的疫情应该是会逐渐的趋劃 确诊数可以掉到大概1000以内了 那我其实从这趋势图来看 那我想大概应该是差不多在7月15号到20号 6月15号到20号之间 那我们大概这整个每天的确诊的数目都会在1000以内 那我想那时候就是离我们这个欢乐的暑假就越来越近了 有个均衡的饮食 充足的睡眠 适当的运动 良好的健康习惯 常洗手 出门 如果本身有疾病 有咳嗽 有戴口罩 那与人还是保持一个适当的社交的距离 那我想这些良好的健康习惯 才会让我们面对任何的病毒都有防护力 都有保护力 让我们不会这个未来在人生中 生病的机会就会减少